你知不知道我第一部電影是甚麼電影 我第一部電影不是《鬼馬子多星》 我拍第一部電影是《愛情的代價》 我做男主角 應該是我六十年代尾的時候 那時我在香港樂壇 我們的樂團是最紅的時候 那時周文懷在山上找我 他找我進去做 希望我跟他簽四部電影 那時我是主音歌手 我進去之後我不想 其實我對電影很喜歡 但是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演員 不覺得自己可以在演員有任何發揮 我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很厲害的幕後人 我以為自己 我答應了他就說我幫你拍一部 我就這樣進去做演員 接著就沒有了 沒有做演員的了 我七十年代去了流浪 到七九年才回來香港 但是也沒有做演員 後來八十年代 徐克拍《鬼馬至多星》 王八明先生給我電話 他說徐克導演想找你拍戲 想找你做主角 我說不是吧 我說我已經轉了幕後 我不出來幕前 不過徐導演我就很欣賞我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剪子冰冰 拍完之後 這部戲是當年新浪潮最賣座的一部戲 同期有很多其他的厲害導演 譬如許岸懷有《風劫》 徐克導演有《蝶變》 是吧 嚴浩導演和伊仁泰導演 合作的《鬼馬至多星》 但是飄放就是我們最高 但是我看《徐克蝶變》前十五分鐘 看完我就已經傻了 哇 導演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哪裏有得撞 這樣說 我很欣賞徐克導演 然後我就因為這件事 我答應拍戲而已 我演過角色就是 以我的外形來說 好像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是一個探長 一個神槍的探長 很衝動的 表面上好像很糊塗 很傻的 其實就很慎密心思 還有一個老友 就是戲裏面的男主角 哎呦 兩個人的聲聲相識 互相合作去對付《黑白兩道》 可以這麼說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角色 如果作為一個演員來說 他是我這生得到一個很好的角色 我覺得是沒得頂的 不用賴地硬了 從小你又不輸給我的 穿開浪褲的時候 打波子你輸給我 在學校讀書成績你又輸給我 這兩個角色是取創造的 我們就盡量去配合他 也用了自己的雲生解掃 我也用自己的雲生解掃 去拆出一些火花 就可以這麼說 我們從小喝到大了 新年大樂 這麼沒死 灑什麼花樣 《鬼馬主多星》 這對所謂Odd Couple 一直延續下去 我和Lam一直都繼續拍了很多部戲 因為這樣 可以說我的遊行是續集來的 根本我們做同樣的人物 只不過Treatment方面是不一樣的 已經是一個很強烈的延續 性格上來講 兩個人一直發展下去 甚至我們拍完全不同的電影 好像《英倫琵琶》 其實都是一個Odd Couple 我和Lam好像變成了 某程度的最佳拍檔 我們一路延續了三部 然後才分道揚標 在大家不同公司 始終頂住 我要出去 行不行 不行 為什麼 擔保今天五千元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啊 探著 其實不是很多人知道自己的本性 我覺得 其實我的歌和延縮都減退 在那個年代來講 只不過我想事不是那麼大眾化 覺得我嚴肅,其實我可以玩的 還有我很享受生活 經常有人把我擺在一起 我不表示我沒有灰色的角度 我經常說我是一個悲觀主義的樂觀主義者 我看的東西可以很悲觀 但是我自己是一個很樂觀的表面 這是事實的 我自己覺得隨刻看到我這件事 他覺得我是有思想的一個卡通人物 我是可以很搞笑的 可以罵出很多笑話的人 即使現實生活都會發生 可順其自然去演他 我自己覺得他是怎樣做 結果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同 是不懂的 他令到我在台灣很紅 我登陸台灣就是這一部戲 就是《鬼馬絕多星》 在那邊叫《夜樓鄉》 我也為他做了很多功夫 在他還沒登陸台灣之前 我才代表新藝成去那邊 唱運這麼多電視台 就唱一隻《夜樓鄉》 Lounge這部戲 是非常之引以為榮的 也唱紅了我在台灣那個時代 就是《夜樓鄉》的風潮 這個環頭 誰不知道神探羅賓破案最快的 那我也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 我就是神探羅賓了 那你鼻子呢 你的鼻子就大了我了 說到鬚呢 你的鬚會長過我了 都說到沒有腦 你真的沒有腦過我了 記住嗎 我們舊鬚都還沒清 就算我幫你 你都不會放我了 在《鬼馬之代聲》裏面 阿Lam的演出 麥家的演出 姚偉的演出 全部都是Top Class的 按照導演要求 可以這樣說 他們做到加零一的 那種卡通人物的表現 完全是有加無減的 很成功 第一個出場角 在行行中出現的時候 根本就看不到我 所有東西都遮蓋我 然後慢慢慢慢 光源 原來我站在最前面 但是你看到一個很巨人在走 原來一吸一吸的高度 就遮蓋我整個 用影子遮蓋了 那是好漫畫的 一出場的人就笑了 然後進去裡面 開始拔窗 那些 是吧 是很誇張的 誇得來是 觀眾覺得很 是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 最後的 所謂追車 追車那場 是吧 走漫畫的 應該說很卡通 Morning漫畫 一開始 由其他人說 newspapers 是 同時 就在做了 做甚麼 你專業 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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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thesizer 精音 令到他更有卡通的感覺 又是跟阿徐一拍即合 我做一些demo給他聽他很喜歡 跟著他又放手給我搞 那部戲的音樂其實是 在那個年代來講 音樂不是那麼注重 可以這麼說 沒有什麼人要求 怎樣 original 我做得都很開心 就是很有 free hand 整部戲都是Synthesizer 我沒有用到 orchestration 現在所有的媒體是從那裡發展出來的 那時Synthesizer 哪有那麼多聲音 很 limited 很有閒的聲音 用很有閒的聲音 但是是電子聲音 一部三、四十年代的戲 用很多電子聲音 去推動那部戲的音樂情緒 我也覺得是一個創舉 那是不能看著 做一個音樂禮的 一第二個天啊 外面那麼繁盒一定很古怪 那怎樣 很容易 不如你去探望一下虛實 我? 《鬼馬主多星》 因為是徐黑導演的作品 我們只是它的工具 我覺得 阿徐是天馬洪空地 將他的卡通化得很精彩 但其實他的狀況是很緊密的 是很合理的 去到在台灣很受落的原因 包括所有的和美術 在那個年代來說 都是完全與眾不同的 所以他拿到最佳導演 因為他那時候覺得很 outstanding 那個戲出來是 天馬行空得利又是很與眾不同 所以在金馬獎那裡很受推送 比如說追車那場 差不多你覺得是卡通片 或者是射槍 神父奇奇的 或者是我做過槍手 只是厲害到離譜 小孩子看得開心 大人可以看整個東西 整個包裝 那些東西 都是老少咸儀 就是我感覺 在當年來說 是很與眾不同的一部娛樂片 結果昇華都變成一個藝術作品 別動 我是盧奔探長 他…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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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